人者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你们有买比特币吗 如果在人者三个月前第一次发比特币视频的时候有买 现在已经赚了300%吧 这么疯狂的上涨 有如荷兰的玉金箱泡沫 但是一切泡沫都是会散去的 只有退潮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出谁没有穿泳裤 停停停 什么鬼 在看待新事物的时候 有个人的新事物 有的人容易陷入一种僵尸思维 今天说说荷兰的玉金箱泡沫 为什么用它来比喻比特币 是一件无知和懒惰的事情 发生在1673年前后的荷兰玉金箱热 在大众讨论中和金融泡沫挂钩 是一件相对近代的事情 源于苏格兰作家查尔斯·麦基 1841年的一本叫《大颠狂的书》 书里形容整个荷兰都没有人在生产和工作 连社会最底层的人都在炒玉金箱 这本书在今天经济史学家的眼里 不过是故事而已 17世纪初的荷兰是一个在迅速发展的贸易中心 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钱多、人傻、素来 玉金箱作为一种发源于遥远的天山山脉 又被奥斯曼帝国国王宠爱的花朵 在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了一种烧钱炫耀的载体 当期货市场上玉金箱的价格下跌时 让人们刮目相看的不是所谓泡沫爆破 而是当时的期货市场都是君子协议 价格下跌很多体面人毁约 让舆论哗然 那些坊间流传的 什么务实玉金箱囚禁入狱 炒玉金箱期货倾家荡产等等传说 其实很多来自于荷兰的听教徒洗脑宣传 从宗教角度 他们担心荷兰经济崛起 自由贸易会带来社会道德腐败和上帝的惩罚 所以教会长期支持警示类的宣传 更把鱼金相热当成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据说荷兰绘画中有120年都没有大师画花 可见洗脑有多成功 就连今天 比特币亿万富翁们 依然会有一种莫名的内疚感 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 现实中 鱼金相热在荷兰社会影响范围并不大 更没有让荷兰经济崩盘 历史学家找不到任何人 因为炒鱼金箱登记破产的资料 鱼金箱期货在阿玛斯特丹证交所的成交量也并不大 整个鱼金箱热的时间不过一年有余 但是它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期货市场 三百多年后 荷兰出口的鲜花是美育全球的高品质招牌 然而这么大个实习经济背后 竟然是传说中的炮磨鱼金箱 看清了历史 就不要再用鱼金箱形容你不懂的东西了 感谢收看忍者ATM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或者YouTube上搜索 并关注忍者ATM